行政人在今天通过列出了10种罚金 1200块钱以下的轻微交通违规项目 未来不会祭典 也不开放民众检举 包括了公车站10公尺内停车 并排临时停车 以及机车骑士手持手机通话等等 这也让职业驾驶们松了一口气 但是修法草案却引发了路权团体不满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 认为交通部替违规行为开了后门 将发起北中南串联抗争行动 要全力的挡下不合理政策 车辆倒车时若没注意后方可能会酿成危险 但交通部定义这属于轻微违规 将不再开放民众检举 7号行政院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 列出10种罚还1200元以下的轻微违规项目 包含倒车没打灯或没注意行人 不依顺行方向或并排临时停车 将不记点也不开放民众检举 另外机车驾驶或乘客未依规定 戴安全帽或弃机车驾驶抽烟 以及骑机车手持行动电话通话的违规行为 未来也将不记点不开放民众检举 哪台车抽烟 可是警察来他可能已经把烟蒂丢掉或什么之类 我没有办法举证 对啊因为你这样就是没有很专心 毕竟你在骑车 政府早就应该宣布就是那些检举答人不算 警察是专业开单我们服务器 新闻的交通违规样态包含了在人行道停车 或者是在百货卖场等公共场所前停车 以及在学校门口前停车都不得被检举 而像是日前闹得沸沸扬扬 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招呼站十公尺内 消防车出入口五公尺内 以及消防栓前临时停车 也被列入不记点不开放民众检举 其实对计程车司机来讲是松了一个很大的一口气 你不让人家去记点的话 你怎么淘汰这些长期属于违规的这些不适的人驾驶 行人临死亡推动联盟认为法规大倒退 批评交通部为这些违规大开后门 最快三月底北中南将有串联抗争行动 抗议修法草案内容 高雄有民众上网购买了一台日制的原炬机 价格要三千多块钱比市售的便宜 那么回家开箱啊 没有想到充电的过程却发生了爆炸意外 而事后民众就仔细的检视 卖家卖给他的充电器跟原厂的根本就是不一样 而更令人生气的是 业者答应要退费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下文 同时还关闭了网路卖场 安静的夜晚里客厅一片宁静 没想到这危机说来就来 桌底下碰得好大一声 大量把烟冒出还接连伴随爆炸声 火花四射随之炸开 接着熊熊火光开始在木制的桌椅延烧 还好警报器立刻响起 家中的人发现也赶快灭火 而酿货的就是这台原炬机 饥壳零件烧得焦黑 就在高手黄先生通过网路购买这台原炬机 出现问题才会引爆 包装它也没有马基达的字号 一颗电池也不值得讲 我有可能因为有时候也不能过冲 最好是照说明书使用 而是黄先生也控诉业者 出的态度消极 说要退费也迟迟没下文 恐怖经历PO文分享 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 别以为捡到便宜 电池相关产品还是到实体店面购买 比较有保障 警方破获了全台湾规模最大的 窃电集团 主席人特别找来了技术高超的水电工范案 这样子不但能够让这个电表剂量失准 还让台电人员难以察觉 就连理法店 餐酒馆 民宿 甚至是制毒工厂 都涨上他们来偷改电表 三年下来是改了超过65个 成功窃取了1000多万度的电 害得台电损失超过4000万 攻进毒品工厂 嫌犯吓呆了 连裤子都没穿好 不但制毒这些嫌犯还想偷电 想赚更大 由于制毒需要大量的电力 竟把歪脑筋动在电表上 台电人员仔细查 电表通通被动过手脚 原来嫌犯特地找来泰斗机水电工 他相当有经验 技术还一级棒 让台电人员要查都很难 这枚水电工技术其实是相当的厉害 首先他第一关要先解开这个封印锁 第二关要解开这个封签 其实相当的不容易 进去改完电表之后 还要用钢印盖上去才完成切电 警方破获全台规模最大改造电表集团 照来技术高超的图性水电工 台湾各地趴趴走 哪边需要改造电表就去哪边 他技巧高改造过之后 就会让电表计量失准 还很难被发现 改一次电表收费一万到五万不等 不但理法店餐酒馆民宿 甚至挖矿制毒厂都找上他们改 省钱又可以爽捞一笔 警方发现三年多来集团起码帮忙改了六十五个电表 成功偷了台电一千多万度电 出估损失超过四千万 这会被发现就是因为制毒工厂 切电改装完成后 自己的制毒配方出问题爆炸起火 切电集团意外被揪出来扑了光 检方依加重诈欺得力等罪嫌起诉十二人 台电也要持续追偿这笔庞大损失 台南有一命阿公 日前在家门前自制秋千 将铁链高挂在家门前的天花板 再把孙女放在上面挡秋千 尽管是玩得很开心 但是在大马路旁边 也引来了民众抨击和危险 大马路车来车往 一旁民宅前 有位阿公将孙女放在自制的秋千上推啊推 汽车好像闪他还是还要闪汽车 孙女看起来玩得好开心 不过从这个角度看 汗经过车辆贴得好劲 车线越荡越高 画面显像还生也让民众看了 先驚驚 有点担心小朋友被甩出去 因为很危险 不然你甩出去外面车子很多 惊险场面日前被民众拍下PO望 地点在台南永康区 民众说下班时间那么多车 如果小孩抓不好 是直接飞出去了吧 网友看到以外楼表示 看来阿公不是很喜欢这个孙 头前阿板都安全 sexy 不会不会出去就对了 他都看着了 那根本就有危险了 也没走出路路人 到这就不会出来了 面对指控 当时阿公出面回忆 说怎么可能拿自家孩子的安全开玩笑 强调是民众拍摄角度问题 秋千除了有家庄扣还 防止孩童衰飞 摆到位置顶多到门口斜坡 不会妨碍行进车辆 家中已经好几个孩子 都是这样玩 应该是家长对于 儿少的居家安全环境的 智能上代提升 那尚未有违反 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 的裁法事件 尽管没有违法 不过为了保障孩童安全 社会局也派员宣导 把家门前当作游乐场 实在罕见 也难怪引起民众关心 介方不齐 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